让人很难谅解 其实也因为呢 在这个叶少爷 出面道歉之前 他的亲友 居然在前一个小时 面对呢 这个记者来呛下 还说要拍美一点呢 而让人质疑道歉 到底有没有诚意呢 另外呢 更有网友就质疑了 叶少爷呢 一号被我们中天新闻 独家拍到的时候 这精神看起来很好啊 头上也没有缠这个绷带 但是怎么会公开道歉的时候 却出现绷带 看起来又很虚弱 痛批根本在演戏 居然造势的叶少爷 在公开道歉前 他的亲友在医院的地下室 对记者呛响 令人质疑道歉的诚意 叶少爷公开道歉时 躺在病床上 头部还贴上绷带 戴着口罩 在下眼镜 看起来很虚弱的模样 但对比一号中天新闻 独家拍到的画面 当时他是作者的 而且头上并没有绷带 还戴着眼镜 精神看似不错 三天内明显的落差 也让民众觉得太夸张 网路上更有网友 PO上前后对比的照片 骂声连连指出叶少爷 一号明明就没有纱布 三号就冒出来了 是怎样 要做戏就做整套 不联系是哪招 还有人说好假 演技好烂 一副装出来的样子 喝酒是违法的 但是有关这个违法的部分 到底刑度是怎么样 或者是在法令上 是怎么样受到处 他是不太清楚 警方证实做笔录当天 叶少爷说不知道酒驾的刑责 这么重令人傻眼 酒驾闯祸回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全台网友骂翻天 害人肉搜索 将叶少爷喝啤酒的照片 PO上网 大肆塌罚 选选季健鸿越方 高雄报道